你自己在高鐵的市場高的看法是怎樣呢 我們關注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就是造價 不是合情合理地增加 我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個詢問 他答覆我們的增幅 是較之同期譬如港島南線 灣仔繞道 西港島線等等 那個橫向比較是相若 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們關注到公帑的開支 第二個就是我們都關注在這個蔡元村 那個收地補償的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雖然政府說要做這個工程 但是都影響到那個工程 受工程影響的居民 他們是不是得到妥善合理的安排 包括安置補償這樣 我們看到就是政府已經是用最高層次的補償 以及也都用多種的給之前的收地賠償 是較好的方案來提供 也都我從傳媒裏面看到是有三分之二左右 就是受影響的居民是會接受 基於是這樣 我們都希望這個交通的基建工程能夠盡快上馬 因為如果是延遲那個工程 據政府說 每一天都500萬 我們覺得 從整體的考慮 我覺得這個工程都應該要 是預期去進行的 所以說曾蔡英權有電燈打 有申報利益 有利益輸送 那些事情 如果一個小組裏面有一些議員 不知道 可能是鐵路完線都有一些利益的時間 那你在一個小組投票的時候 會不會很斟酌這個問題 那如果有議員 他有利益和角色的衝突 他就必須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要求 是主動申報 那就不只是高鐵一件事 凡是他要投票 跟他利益和角色 是有衝突的 或者是有相關的 那他都應該是主動申報 如果發現有 譬如這個工務小組裏面 就有些議員是這樣的時候 黃議員你都會幫我們出聲 幫市民 如果是 這個是假設 如果是有人 是那個利益和角色衝突 如果他又沒有申報 我相信 立法會的同事 都會按照議事規則 來去跟進的 好多謝你 黃議員 謝謝 麻煩 高鐵 中文 頊